歡迎收看《無禁音樂 華語易選》 今天也有我和Piton來這裡 第一首歌送給你們就是李宇春的《流行》 這首歌是他的最新專輯當中的第一首歌 非常特別和非常重要 所以編曲方面都花了很多心機 沒錯 說起這次李宇春的這首歌 就是用了EDM再加上第一和羅 完全不同的風格遊在一起 大家聽到會不會很突压 不會 加上去也挺配搭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我們都要開啟我們的思想 去接受一些不同的音樂風格 對 所以他又開了一個新的社交媒體 不是開了分的 他之前好像不是經常用的 現在又再開啟 所以他被評論他是娛樂圈最懶的明星 因為Reko可以看到他九年時間 只花了33個姿勢 谷美是說得對的 但是之前被人說懶 現在所以他又要開啟 不過我又覺得別人不用社交媒體 不是代表那個音樂人是懶的 尤其是他很有心機去做音樂 另外有一件事我也很欣賞 他就說經常都鼓勵 那些粉絲說你們一定要用心思讀書 所以有一句金句就說 叫做笑壯不努力 你總會嫌棄 記住了你們 好 這個時候我們要送一首阿琳的新歌給大家 就叫做最佳男主角 那這首歌其實就是講了一段很行的愛情故事 可能生活當中經常都會有發生 就是說一個男生一個女生 但是可惜那女生經常被男生欺騙 那你也猜到 為何被他欺騙 那男生有另一個女朋友 是的 那我猜谷美你應該沒有試過這種情況 這種情況真的完全不想試 幸好我也沒有試過 所以拍拖這件事真的要了解對方才可以一起的 沒錯 另外說回阿琳這首歌的MV 拍得很急 事關那時候她要宣傳歌曲 《四周圍飛》 《空中飛人》 那這次拍攝很好笑 就是她一飛到台北就立即設定化妝 然後就立即拍 拍完之後加上坐飛機 只是用了18小時而已 但是最厲害的就是她 她有拍二十場的閑氣 所以導演叫她停的時候 她也收不到聲音 導演就說 我從來都沒有看到一個歌手 可以拍閑氣這麼快 所以真的要頒快一個最佳女主角 才可以的 由台灣男團大學兄弟的媽媽說 他們四個男生平均只有22歲 他們是唱片公司的一個選手節目當中 脫穹而出成為歌手 但是他們出道之前 都經過嚴格的訓練 沒錯 他們四個都是來自台南 為了可以在台北生活 每個人都有做兼職去賺錢 其中有成員Rock 她真的挺辛苦 因為她除了養自己之外 她還養了家人 所以最高峰的時候 她一天要兼職有三個兼職的工作 這樣這麼辛苦 都賺到差不多港幣五千元 所以這種精神也挺值得佩服的 對,她們首歌就是 出道專冊裡面的第一首歌 和主打歌 而且她們這首歌 找了泰國網行Happy Paula 和她們一起合租 這首歌一出 但是在東南亞大陸一炮而紅 真的非常幸運 Happy Paula有幫她們 她一定會回來 帶她去台灣最出名的椰市 去逛一逛 誰知道那些途人 以為她們是Happy Paula的保鏢 好了,我們又回到話語而選 接下來這首歌 是屬於一位新人 就是Jocelyn陳明喜的《天空雪》 大家聽到陳明喜 可能這個名字有點陌生 不過她爸爸大家就很熟悉了 她就是香港著名的音樂人 陳少奇老師 其實她兩年前就是歌手 她的歌也是自己寫的 因為她是外國長大 和讀國際學校 她的中文就不太好 所以她的詞也要她爸爸幫她負責 沒錯 今次這首歌 是一首廣告的主題曲 陳明喜也是為了要配合 這個廣告本身就是 崇尚自然的概念 所以整首歌就用了最小的樂器 去製造一個最自然的聲音 裡面大家都可以聽到大自然的聲音 好像滴水聲 好像風聲等等 對,她也想告訴大家 就好像天空一樣 就算點瘦染 也會讓大家看到屬於她的藍色 回到最後一部分的話語而選 這時候要送給大家 就是內地的一位歌手 叫劉思咸 就是Kwala的這首 《起承轉頭》 內地真的有很多好唱得的人 有時候就未必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可以說一入行很快就紅起 原來Kwala入行也有七年了 是的,她其實參加過很多比賽 給大家所認知的就是2013年那個比賽 她完成了比賽之後 就成為了一個亞洲很多地區 不同的頒獎典裡上的最佳新人 這次我們這首歌《起承轉合》 就是收錄在她去年推出的 第二隻專輯裡面 這首歌的內容就是 其實每個人 就是每一對情侶也好 夫妻也好 他們這麼多年的關係 都會去到不同的階段 就會有一個不同的轉歷點 之後變得好還是變得懷 其實都是看你們自己怎樣處理 是的,這次的音樂影片 就是有不少的親意戲 Kwala就很尷尬 因為導演第一天就要求她們 你們拍完這一場 她就很尷尬 那男主角也很厲害 就馬上帶她進入這個戲裡面 好了,來到今天最後一首音樂影片 是屬於秦與子的這首 《小山花》 這首歌就是由她親自去填詞 以及續曲的 這首歌是充滿濃濃的民族情懷 她想告訴大家 她對自己家鄉廣西的熱愛 以及對自己家人的思念 原來不說不知 她對文哥是很有情懷的 是的 因為她五歲的時候 第一次參加歌唱比賽 就選了一首叫小山花的兒歌 所以她現在就希望用這個名字 重新創作 以文哥的風格 告訴大家 她的夢想和成長 沒錯 這首歌除了民族風情之外 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音樂風格 有Trap 有Reggae 她想告訴大家 其實不是一次像一首歌 那麼單調 那麼簡單 而且今次這首歌的MV 也拍得挺辛苦 因為她想以這個跑步 作為主題 所以不停跑 告訴大家 我會一直向著自己的夢想 去進發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 好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